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社住老挝记者报道 访老期间 7月4日上午 云南国会主席阮生丛与云南国会高级代表团 访问了老挝首都万象征服党部 谈访老挝国家学院并与该学院领导和士生亲戚交团 特别是阮生丛主席已出席老挝期间国会第三次会议 在会议上 据欢迎此时 老挝国会主席巴尼亚陶杜表示 越南国会高级代表团的此次防老 体现了越南与老挝的团结友谊 同时有助于不断深化两国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越南国会主席阮生丛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 越南党国家和人民愿意与老挝党国家和人民竭尽全力 巩固并推动越老传统友谊 特殊团结与全面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将其视为确保各自国家胜利实现 为国建国事业的重要因素 此前7月3日 越南国会主席阮生丛一行访问了越南诸老挝大使馆 并与大使馆工作人员及旅居老挝越南人协会代表情节交谈 7月4日下午 由越南国会主席阮生丛率领的越南国会高级代表团 圆满结束对老挝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 4日上午 越南计划投资部在河内召开会议 展开落实政府总理于2012年6月18日 颁发有关建设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和2013年到2015年阶段国家投资计划的19号指示 越南政府总理任基勇出席并直到会议 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进行经济结构重组相结合 同时注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成功落实2011到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各项目标奠定起初 确保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扩大外交关系 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提高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维护民族独立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确保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等 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确体目标是 例证将经济增长速度达6%到6.5% 清除口贸易总额增长12% 通胀率可抑制在5%到6% 财政车子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7% 可将贫困户比率下降到1.5%到2% 会上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强调 在制定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 越南计划投资部应特别注重 各项指标的平衡性 首先是确保劳动者人数与工作岗位的平衡 国家财政预算收支的平衡 建筑后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平衡等 因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鲁夫的邀请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 从6月29号到7月3号 对俄罗斯联邦进行正式访问 约同社驻俄罗斯首都墨西克记者报道 访问期间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 分别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俄罗斯副总理罗格律 俄罗斯国家多玛第一主席 梅利尼克富伊万和生匹德堡州州长 乔治波尔塔夫勤克等举行会谈和会见 会见俄罗斯副总理罗格律时 双方就越南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展望 尤其是核电站和军事技术等战略性领域的合作 亲情讨论 罗格律副总理强调 俄罗斯将继续与越南加强和扩大军事技术合作 确保越南宁顺第一核电站建设项目如期军工 双方共同认为 两国家可评利用太空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 与俄罗斯国家多玛第一副主席梅利尼克富伊万会见时 双方对越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俄罗斯国家多玛第一副主席梅利尼克富伊万强调 俄罗斯国家多玛一向大力支持加强越俄全面合作关系 双方一致同意促进两国的青少年的交流与接触 推进越俄友好组织的活动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时 双方就进一步推动越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各项措施 以及两国共同关系的国际和地球问题交换意见 两位部长强调了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将其视为两国的共同发展和两国合作关系的战略领域之一 同时强调两国政府将继续为两国企业在越南和俄罗斯 以及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在多边合作方面 两位部长指出 两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 东盟地区论坛 亚欧会议等多边论坛上 紧密配合和相互支持 两位部长还就国际和地区的重要问题 东南亚地区的情况 以及东海最近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共同强调 应在国际尤其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东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东海争端 支持各方在制定东海行为准则方面的努力 会谈后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相属了越南外交部与俄罗斯外交部 2013-2014年阶段的合作计划 并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 另外 访俄即现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 还向设在俄罗斯首都墨西克的 无名战士纪念碑 和胡志明主席出现竞线画权 探访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干部和工作人员 本社出柬埔寨记者报道 3号下午 越南自然机缘环境部 越南梅公河四区域委员会主席 阮明光与柬埔寨水源和气象部部长 柬埔寨梅公河四区域委员会主席 林坚和举行会谈 双方共同评估越南自然机缘环境部 与柬埔寨水资源和气象部 近几年来的合作效益 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 可提高双边今后的合作效果等问题进行商讨 两位部长对柬埔寨水资源的有效管理 使用与开发 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力等问题交换意见 自此之际 越南自然资源环境部部长 阮明光和柬埔寨水资源和气象部部长 林坚和 坚署了关于共同研究 在柬埔寨河主流建设水电站 对越南和柬埔寨柬埔寨河河三角洲 造成影响的合作备忘录 其目的是双方共同合作 研究柬埔寨河主流的环境 经济 社会和水电站造成的影响等 并做出总体评价 从而面向共同开发 使用和保护柬埔寨河水资源的目标 越南农民协会 于4号在太原省召开北部山区区域会议 就2012年前6个月 协会工作和农民运动进行评价 越南农民协会中央代表 太原省领导和北部山区15个省农民分会 代表参加了会议 又会代表讨论和评价 今年上半年 农民协会工作以及农民运动所取得的成果 特别是竞赛目标完成情况 如增加新会员 建设农民协会基金会 为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和开办农民协会会员科技培训班等 今后云南北部山区区域的农民分会将集中展开宣传 提高该协会会员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识 大力促进职业培训活动 建设安全和优质的农产品生产模式 农民合作生产模式 以及监督农民协会工作等一些措施 三号协会在阁内 越南共申部部长吴惠煌 与欧盟自由贸易联盟代表 挪威入越特命全权大使托斯坦利萨 签述了关于该联盟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的备关录 并宣布正式启动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联盟 建立自由贸易区域的谈判 越南共申部部长吴惠煌表示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各成员国和世界30个国家已经任越南市场经济地位 这是国际社会对越南近年来经济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所做出努力的认可 有助于鼓励其他国家对越南经济体做出客宽公正的评价 双方江属的这份备忘录将是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联盟促进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起初 其中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联盟谈判和江属自由贸易协定是有效措施之一 这将是一份全面和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各个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 包括两国共同关系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其他领域等 以经济结构互补及双方的合作潜力 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联盟自由贸易协定将为越南和欧盟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 以及双方人民的各企业带来切实利益 四卡在可内 越南邮政电信集团与洛克斯德马丁卫星公司 联合举行越南2号通信卫星控制权的移交仪式 越南2号5月16号成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之后 5月21号越南2号已被定点于东径131.8度轨道桥内 洛克斯德马丁卫星公司专家透露 该公司对越南2号的调控、运行公路及信息传输等进行试验的结果表明 越南2号满足技术要求不确保质量 目前越南2号控制权正式移交给越南邮政电信集团国际电信公司 这是负责管理、开发和经营越南2号信息服务的单位 7月份越南邮政电信集团正式提供越南2号信息服务 三卡晚2012年越南高质量产品博览会 在越南平定省归人市举行 本次博览会共设有500个展位 系列来自全国150家企业参展 展示的产品主要有鞋类、纺织服装品、化妆品、药品等越南高品质商品 这是在平定省举行的第8次越南高质量产品博览会 同时也是平定省与胡志明市的贸易旅游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2012年越南高质量产品博览会 还举行越南商品环境日、产品拍卖、品牌推广和促销等互相活动 2012年越南高质量产品博览会将于7月8日落下为目 亚太经济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2012年第三次会议 将从2012年7月16日到19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召开 亚太经济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2012年第三次会议的主题为 可望变成现实 在2011年所提出的方向和优先主题的基础上 亚太经济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分成地区经济融入、基础设施监设、金融与经济 发展企业和协助中小型企业 以及行动计划与争执支持等六大内容专题小组 亚太经济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2012年第三次会议 是2012年亚太经济组织分会的筹备会议 主要讨论地区经济融入、卖投资自由化、促进TPP谈判 创建亚太自由卖医区的路线图等内容 迄今来自亚太经济组织的166名代表以申报参加此次会议 主办亚太经济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2012年第三次会议 其相关会议将有助于提高越南在本地区的心率 同时也适应越南企业向亚太经济组织成员国的各家企业 推广自己的形象和品牌的良好平台 2012年越南国际机床及江属加工机械贸易展 为7月3号上午在越南胡志明市开幕 以80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 展会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企业参展 2012年越南国际机床与金属加工机械贸易展展 展示了世界上精密机械和金属加工领域的高质量产品 很有关措施 展会也是国内外企业互换信息的平台 这有助于进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有关机械制造工业产业应用 先进技术的专业研奖会 为期四天的此次贸易展 适协助云南企业减化生产规程 接触新技术 以便将机械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国际贸易论坛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与同事有新闻 下次节目 下回